这座位在中山区复兴路205号前的公车后车亭 因为新横滨社区住户入住后 等候国道客运以及公车通勤的民众变多 原有的后车亭已经不服使用 因此基隆市议员宋伟丽接获民众反应后 特地邀及市政府公务处、区公所等相关单位人员办理会刊 而新建新横滨社区的润龙建设公司也愿意出钱 顺着人行道加盖延长这座公车后车亭10公尺左右的类雨洋走廊 让等车的民众可以不用日晒雨淋 今天我跟德海底真理长研讨之下 因为看到我们每天上下班的民众都在这边后车 风吹雨打 好天气的时候就烈日日晒 希望说论容建设 能够赞助这边来做个雨洋走廊 就是说因为润龙建设在基隆这个地区 就是有持续的在开发中 那秉持的企业精神 公司是愿意施作这个所谓的遮雨遮阳棚的部分 回馈给附近的邻里 增见这个雨洋走廊的部分 真的非常感谢宋伟丽一作 来帮我们德海底争取这个设施 因为每天早上的这个通勤组啊 都要忍受着刮风下雨的 还有阳光曝晒的这个事情 真的是很辛苦 那我们德海底也乐观其成 希望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设 谢谢 市政府公务处科长表示 就等润龙建设送设计图进公务处审核 大约两个礼拜内就可以审核完成 最慢两个月左右就可以新建延长完工 至于新建后是否由润龙建设 任养这个公车后车亭呢 润龙建设代表指出 必须回报公司研究 另外也有等车的民众 直接向市议员宋伟丽反映 国道客运班次不够 也是导致这里的后车亭 大排长龙的原因 宋伟丽表示将会立刻反映给立委林佩祥了解 协调客运公司改善这个问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